维特塞尔已经转会加盟多特蒙德,全舰就此失去了自己的头号球星,但是,全舰还面临着失去另外一倍外援的风险,那就是莫德斯特,俄罗斯媒体Sawkan News报道称, 莫斯科火车头已经看上了莫德斯特,并且打算将引援注意力转移到法国前锋身上,莫德斯特是全舰去年引进的王牌前锋,在德甲克龙效力期间,莫德斯特拿到过德甲同学,上赛季,莫德斯特展现了不错的进球效率,本赛季出,莫德斯特也是在亚冠中连续进球, 但这个夏天,莫德斯特曝出离队传闻,他似乎始终未能融入在中国的生活,此外,莫德斯特也逐渐沦为替补,他在全舰的年薪高达1140万欧元,但却没有拿出相应的表现, 现在,全舰只剩下3万元了,分别是全舰员,帕托和莫德斯特,站在全舰俱乐部的角度,他们肯定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位外援,尤其是接下来还有亚冠比赛任务, 但是,俄超冠军莫斯科火车头,看上了莫德斯特,这对全舰来说可不是好消息,毕竟,莫德斯特本人现在的情况,可能想重返欧洲联赛踢球, 值得一提的是,莫斯科火车头是俄超冠军,他们有希望参加北赛季欧冠正赛, 对于莫德斯特来说,这是不小的吸引力,目前,俄超转会窗口还没有关闭,全舰又失去莫德斯特的风险,但是,全舰在莫德斯特身上没有设置解约金,因此,其他球队想带走莫德斯特,也不太容易, 现在,全舰真的需要一个火力全开的莫德斯特,法国前锋需要证明自己,配得上千万欧元的巨额年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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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